令我万千彩上分不清去向 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People come into your life for a reason, a season or a lifetime When you figure out which one it is, you will know what to do for each person 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是分为三种人 你会遇上第一种人或者是为了一个原因 有一些可能在你身边只是停留一段时间 好像一个季节那样 也有一些可以永远跟你相随 一旦你明白了过中的原因 你就会知道如何去面对他们 今晚我就会说我最擅长小小咸多多趣的鬼故之外 如果你真的这么不幸遇上灵界 希望他只是在很短时间在你身边逗留 然后离开 今晚的压续我就会讲当年今日 一单新闻 一个样子好像所谓什么食神 样子的情圣 他怎样在一个很出名的女医生身上 情片了六层楼 总共二千多万 我会一般讲这个事件 一边会分析 为什么有学识的人都会容易遇上爱情陷阱 另外我也会拆解这个爱情片子是用什么手法 不单是女网友作为一个警惕 男网友也有机会遇到情片 希望这一条影片引起大家人以为监 日后避免有更多受害人 带入这些爱情陷阱 Are you ready? 我先讲讲这宗医生 希望说完这宗医生之后 我告诉你 当年这宗医生 真的骗了人家二千多万 房子现在都升了 有五六个单位 你们这么多人进来 听了之后就引以为监 不单是女生会上当 男生也会上当 香港底不单是只有陈振聪 会做这些事情 现在越来越多这些情片 讲这个情性 他用什么手法 我现在讲这一件事 我除了分析 医生为什么会被他跌入陷阱 我也会讲一下 他是用什么手法 去门骗这个医生 然后也会讲一下 他的案件 有什么的破绽 为什么这个医生判败诉 好了 其实没有特别判败诉 不过之后他们好像放弃了 没有上庭 所以一直都是 首先讲 这件事 因为现在我多了一个session 就叫当年今日 当年今日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这一位的 情姓 他当时 这一位女医生 他在2016年 就是 将这件事 告上法庭 入品这个法院 申请凍结他的前男友的资产 就是这位情姓 当时追讨2200万 事后 事件背后 牵涉了很多 发生怀疑 是网片的 2011 其实呢 早在 我告诉你 这件事早在 2010年开始 2010年 OK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相片 这位情姓 哇 相当英俊 那位嘴唇 怎么说 那位嘴唇 非常非常厚 哈哈哈 厚到 你以为是什么 我真的未见过 这么厚嘴唇的人 我见到已经打散了 你还叫我把他吻下去 哈哈哈 你想想 如果陪他一起 下去茶餐厅 吃个猪扒面 整厚都有的 然后你去跟他 咀两口 麻烦 好了 就讲这个女医生 女医生 她在这个 网上 2010年 在瓦虎的知识 一个网页 有一个网站 叫瓦虎知识 专是被人问问题的 而这个 当时这位的 朱医生 他的名字 朱韵征 有些网友很认真 他说朱韵征 即是 找东西的 朱韵征 朱韵征 但是我稍微告诉你 因为整件事 其实这个女医生 是一个受害人 上次我不是说过 那件事 是最近才发生的 六月头 你看这个样子 是真的情性 我骗了人家 二千多万 不是说笑 既然现在越来越 入得多人 我跟大家说 我逐样逐样 拆解 一个为什么这么高 学历都被人骗这么多钱 另外一个 如何用什么方法 之后 为什么会判成这样 一路一路跟大家说 是的 在2010年 这个瓦虎的知识 这个女的医生 朱韵征 就去上网 上到这个website 瓦虎知识 OK 一路一路播出 之后他就拍整个拖 然后他在网上 突然之间 原本可能我估计 因为这个医生 他自己 整天喜欢赚钱 待会再说 赚钱的时间 根本他就 没什么时间拍拖 但是他可能 他的心情又觉得 哎 我一天想着做事 我怎样才有方法 究竟我有没有 哪个岁数是懂得分的 他就走上网了 这些那么聪明的人 他也有机会觉得 有时会和朋友讲开 可能去算一下命 before他算命 因为你做医生 你不是好像那么有空 走去打个电话 booking 你自己本身这么多booking 钱来的 是不是 所以就上网 空余的时间放了工 夜半无人施语时 他就上网去查一下 关于有关这些风水命理 或者去了解一下 究竟我何时遇到鱼翼郎君 好了 上到这个瓦虎知识 突然之间在网上 就是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弹了出来 就是这个 弹了一个Doctor Doctor 鐵板神掃 这个男人就懂得中心理 他自称自己是Doctor 因为如果你真是一个教授Doctor 你是要读很多书 才能够得到这个咸头 甚至乎有些外国的女性 香港也有不少 但是外国 比如你是Doctor 你要继续结婚之后 要继续这些称号 是一种社会地位 身份的象征 这个男人就自己懂得 他说Doctor 鐵板神掃 那就是把自己升级 他不是什么 熔树头讲故事 那些 称呼自己 有这个 即是吸数 Doctor 鐵板神掃的风水士 认识了 接着 好了 写些东西有文有老 这个女医生 就看到网上 因为女医生也是一个读书人 他觉得 他自己去看文字的时候 看下 究竟那个人说些东西 是否合他心意 如果这个 所谓Doctor 鐵板神掃 他懂得摆门 这些叫老千的摆门 将自己 好像present到 Doctor 大哥 即是有学会 即是我跟你差不多 等级 这些懂得摆门 即是专系级那些 有学历的女人 因为有很多 读书多的女人 她自己都很想认识差不多的 異性 好了 他在网上查询 一个风水述数的资料的时候 然后他就联络了这位 自封为Doctor 鐵板神掃 当时是51岁的男子 当时51岁 这件事发生在2010年 他刚刚认识的时候 当时他51岁 现在就是60岁 对不对 好了 而这个男子的情姓叫闪汉韦 他最初主动请教 主动请教这个女医生 后来他就反过来借故 找这个医生 告诉医生 我朋友有病 想查一些关于医学上的问题 他就可以打蛇除棍上 借一些耳朵 就问他 因为你要近水楼台才得月 有什么藉口可以常常找到他 那就请教医学上的问题 然后这个男子也正式向他展开追求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话题很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男子那么聪明 他就很懂得触心理 就是投其所好 这四个字就是其中追女孩子的一招 投其所好 你要探门 试水温 知道有什么话题 他有兴趣 既然他上网 找到这些玄学资料 他肯定想知道多些 听多些 这些关于玄学的东西 他又捉到他的心理了 另外他可以假扮 向他请教医生 他们就可以交流 交流得来 他就觉得大家有不圆的话题 那这些就慢慢慢慢 日后就可以和他继续发展下去了 但是他们火速已经开始拍拖 相恋了 在这个2012年 他这里说 其实他也是要由2010年 他都要摆门 一直铺路 由2010认识 到2012才成为情侣 但是成为情侣之后 这个男人也跟这个女医生说 他说 每逢星期日我要回内地工作 这个医生不如有责 觉得他都是做生意 或者是有事业心 那医生就觉得 正好配合我的时间 我又不觉得他太疲心 可以继续去发展 因为通常这些爱情老千 他也要配合这些女强人 他哪个时间 但是其实告诉你 一来他觉得 比头期所好的这个女孩 你都要配合他的时间 他的学识和喜好 引致不同的话题 另外就是 原来背后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他星期日 逢星期日 都要去内地上班 等会跟大家说 那好吧 当他们成为了情侣的时候 其实拍拖的时候 经常 起初 都是这个男孩给钱的 但是大时大节 周末 君不会露眠 大时大节 他肯有借口 不是借口 但是他哄到这个女孩 他哄到这个女孩 就告诉他 大时大节 周末 我都是没有空 都是有事做 跟着他就说 要不上 我父母在上面做生意的 所以我周不时都要上去陪父母 一表孝心 是吧 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情骗 未遇上 遇到过 或者现在在预 你就慢慢想想 会不会有些相熟的情境 如果你另一半 经常跟你说 大时大节 周末都没有空 跟着又不知有哪个 父母是没有理由反对 去探父母 是吧 跟着呢 好了 他初头 这个男人都给钱的 去街都给钱的 然后呢 他就当他 初头也是这个男孩 在女医生生命之中出现的话 他是扮到默默独独的 就是好像 讀L 不是很厉害 说话 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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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的 他就给你的感觉 他个人很老实 是吧 你摆门 就要摆门 就是觉得你个人老实 不会说大话 骗他的 做戏做全套 这些全部是有剧本的 人物角色 主线 全部一早就已经 plan定好了 而且受害人不止一个 所以这个人家轻就熟 演这些角色 这个是情性 之后 因为他说自己 有个Doctor 铁板神数 他当然懂得述数 他就慢慢和这个女孩说 他说 我算出 我们两个人注定 就是这个 结婚 锁定 你的放心 你一早就属于我 我们前世 已经互相认识 今世又来到这一道 只盼不再遇上 然后他就不断找借口 跟他拿钱 包括提出这个 代他投资 创业 甚至乎 这个借口好东西 这个真是高手 我真是说不出 他说 你这么有钱 你很有机会 会被人绑架 如果你绑架 对方要拿负金的话 我怕你的钱拿不到出来 不如这样 我们就 开一个联名户口 而那个户口 只是我一方 是签署的 你就可以 我就算到你 你有机会被人绑架 你开个户口 给我 只签我的名就行了 但是那个医生信 那里好东西 你明不明白 哈哈哈 那个医生 这个女士 这个女士 朱医生信 那里好东西 你不要说他瘋 如果他真的瘋 就不会这么多 日日新闻 内不耐 每一两个月 就有些 压一压 压这么多钱 是不是 现在跟你逐个逐个解破 正常人 听到这些 已经要走投 是不是 找警察抓他 好了 接着 那个女医生 就犯了 而且那个女医生 他也是说 平时我这么喜欢做事 看症又帮人 很有满足感 所以每逢星期三 星期六休息 根本我就没有时间拍拖 那现在 我又遇到一个 男生 可以这样 不用这么多时间 放在他身上 他又懂得帮我投资 他说什么就什么 在拍拖的期间 其实 他就是 初头 这个男生 都有送些小礼物 送些什么呢 送些电话银 电话银 电话银 这些小礼物 也都是 刚刚 初头认识的时候 都说 不会花女人钱 扮到 等他放下戒心 然后 这个女生 为什么 他也都 之后去问他拿钱 他会付钱 他会付钱 因为初头 那个男生 是自己付钱的 很多东西 又送小礼物 电话银 那些 这样都上答 送电话银 电话银 多少成本 20元 10元都有 看看你去哪个商场 对 然后 送些小礼物 拿到她的方心 初头 帮女人付钱 拿了她的信任 之后 当他放下戒心 为什么 这个女医生 慢慢信他 就是因为 他觉得 原来一个人 热戀的时候 是会判约两人的 然后 这个男生开始 口甜舌滑 很懂得烟 他 他以为 这个女医生 以为自己 用爱情 让他开窍 突然间 那男人 为了他和他拍胎热戀 变得那么聪明 那么懂得烟戀 那么懂甜言物语 他改变了这个男人 这个就是那个女医生 为什么无端端 又肯给钱去投资 拍拖期间 他们两个人 周不时去不同的地方 找美食 你看到 他两个人一起去韩国旅行 穿一些民族服装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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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的样子 我不开胃 哈哈 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他以前的职业 你们猜不猜到他以前的职业 是什么 你们现在留言 猜到这个男人以前的职业 是什么 好了 他们去旅行 一路拍拖 2010年开始认识 2012年开始拍拖 一路是这样 然后这个医生 也是赚钱给他多 所以他对这个男人 非常阔卓 又送个名标 送个手机 手提电脑 二手Benz 一条电话 一个电话 学感的成本 就已经能够拿到 又手机又 Second Hand的Benz 啊 真是 一名熟悉他们 这两个人拍拖 的人 就这样说 他们也开了联名户口 就放了几百万 这个联名户口 而且这个男人 耐不耐 听着 姐妹们 甚至乎男网友 你们都可以听着 这个男人怎么样 好了 开了联名户口 他耐不耐 他会拿 那个存折 总之是 show到 他的帐户有多少钱 拿那个存款 出来给他看 他说 你看看 我一分一毫都没有动过你的 你看看我多老实 不过这样 我由现在开始 我就将这些钱 代理投资 等我们也想 创一番事业 自从这样 那个女生 又信了 自从他说 找些钱去帮他投资 他就不断向这个女生 拿钱 在不同的时间 就帮这个女生 拿钱 也都一直 最惹到这个女人的要害 就是什么 就是 原来 这个男人 他也帮这个女生 他就说 我告诉你 你看看 我现在 我们联名户口 之后 我又帮你拿钱去投资 你又耐不耐 就给我 增大投资的数额 然后我就算到 朱运征 不知他怎么叫他 朱运征 阿晶晶 叫阿晶晶 不如这样吧 阿晶晶 我又算到 我们在2017年中 我们就会结婚 你命中 没有注定 没有子女 然后 他就击中 那个女人的要害 因为他知道 这个女人 一生就是想结婚 因为他从他 2010年上去网 认识他 就是问姻缘 事业已经很好了 健康他自己是医生 应该没问题 明知道他 担心自己 何时能够嫁 他就击中他的要害 我一击就击中 push your hot button 他就 如果 他不会一次 这些老迁 不会一次过耍光 你需要的东西 他会逐一逐一 知道你 什么叫 manipulate 操控 操控一个人的心灵 你要知道他 喜欢ABCD 但是你不同的时段 用A的条件 去哄他 你怎样可以帮他 fulfill 然后他就好像 拉 玩放纸妖 你说少少 给他一点甜头 说会和他结婚 这个女孩 便容易落答 男性 情骗 网骗 如果你说交友app 其实男性 男人都会被人欺骗的 所以不只是说给女网友 知道 但是这些爱情老迁 他们是用这些方法 他要探了你 探你的口吻 知道你是人生 有什么需求 追求 就是 ABC 因为如果你已经有钱 已经有屋住 可能追求只是一两样 人生的东西 所以知道了之后 他不会一次过 答应你所有的东西 而是他逐一逐一逐一 之后他觉得他找到他人生 最初上得床来牵屁琴 首先扮讀L 默默独独 然后又和这个女孩出街给钱 然后细心送电话银和电话银 然后就要在女孩面前 要告诉他 我星期日和大事大节 我父母在内地居住 所以大事大节 星期日和周末 我都要上去探他 我没有空陪你 亦是配合这个女医生 她经常要工作 没有空 她觉得这些时间多配合 这些事情 然后他也说 接口就是说 我算到你 我算到你有机会被人绑 你开个联名户口给我 你开个联名户口给我 只是写我的名字 不需要写你的名字 因为你当时已经被人绑架了 只是写我的名字 我拿钱去属你 这样 这样也信 这样也信 之后 他再拿完一次钱 他再要找一些借口 问他拿钱 他说 算到你会2017年 年中和我结婚的 但是不会有子女的了 那就是说 那女孩说真的 他当时也一个年多 中女来的 都不用了 好了 一二三四五 一步一步去打动这个女孩 去操控这个女孩 医住自己 需要拿多少钱 好像跪圆机 所以这样 朱韵禁医生 愿意扶托终身 在2015年 豪宅一千万 给一筆个 这个男人一筆个 就下一个 原来 他在2015年 就一次过一筆个 给一千万 就买进了 章均奥的一个单位 跟这个女孩说 我们准备 就是两个人结婚的爱囚 那好了 既然 已经挣入了这么多钱 在你的户口 那女孩 一心一意 就打算 准备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学 大学同学 在2015年除夕夜,香港医学会在港大举行宴会 原本这位晨姓先生答应陪朱医生出席 谁知临时放了飞机,没有出现 然后在2015年这一晚,原本是见同学,突然人间蒸发了,完全失去联络 由2010年在网上认识,2012年拍拖 在几年之间分别过了很多的礼物和现金,可以套现套cash 虽然车不是卖得多少,但可能在不同形式给他投资 然后在2015年,已经够了一千万笔cash,买了一个将军号单位 到2015年,见一下我的同学,这个时候就失踪了 然后朱医生怎样呢? 他才觉得事有QK,去银行查一下两个人的联名户口 发现几百万的存款,全部被人提走,一毫子都没有 计算之前,他投资的那些创业资金全部合共损失了 2200万 当然这个朱医生他哭就哭过了,哭都哭不回了 一直都在谈分论 但是他就找律师求助了,经过调查 律师就帮他,律师帮他,也有些事慢慢浮了面 原来经过调查,发现这位晨慧委 在2012-15年间先后买了屯门、将军奥五个单位 合共是2000万左右 全部不用按揭 全部是cash的 令到他最意外是什么? 还有一些意外 very very surprising Surprise 原来在两个人拍拖期间,这条粉肠 粉肠、茂里、闪、风水师 已经是有妻子了 而且来过一次婚 再在2014年5月 再和另一位女子结婚 这个医生当时愚梦初醒 一直都在跟我谈分论嫁 但是原来新娘 根本不是我 还不止一次 是这个男人 在和朱医生拍拖的时候 结过两次婚 来了一次再娶 在2014年的时候再娶 但是都没有想着和他结婚 既然他知道自己人才两空 是不是入稳高院 向前男友民事追讨 这一笔2200万款项 并且要求法庭向南方 判临时冻结资金的命令 高院法官判词 同意判法上述的临时判领 原告指这笔钱 2200万款项 是由朱医生拥有的 但是被告 这位情姓 被告一方 他指 朱医生是诡赠给他的 但据被告的细章指 他承认现时拥有六个单位 分别在元朗和将军澳 然后记者再翻查 原来他不止五个单位 六个单位 总共是自己赚了现时的物业 当时2016年 你说现在翻了几倍 现在2021年 已经再翻三四倍了 如果2016年买下单位 现在三四倍 所以他现在很有钱 当时2016年 已经升了三千万 除了元朗和将军澳之外 也扣入半山的罗边神道 和将军澳的帝景湾的单位 所以他有几个豪宅收租 也讲一下这个情圣 究竟他是什么头什么的历史 好吗 OK 就讲了这位的情圣 闲看位 这位非常英俊英俊 我讲反话 当然 如果我今晚睡得着的话 你也恭喜我 就是这样的样子 你 imagine自己和他嘴哭 你都发噩梦 嘴都发毛 你都发噩梦 继续给娃娃停了 谢谢你 我现在讲这位情圣 究竟他是什么身份 这个他网上之前用的名字 叫做伟康正 他以前用的名字 除了Doctor 铁板神素之外 他也有这个网名 周围转名的 所以我就post了他的照片 给大家兄弟姐妹 一倒他的风采 这位 湖海洗我空间 楚流香 哈哈哈 简直是情圣啊 这位曾经在中学任教 教书的 他是教数学和电脑 都不错 也不是蠢人 然后在2002年到2010年间 在屯门一间中学担任教师 不知道我的网友之中 有没有屯门的家长 屯门的家长 有没有见过这位的中学教师 很口信的 就是汉堡包嘴 我意思是说 哈哈哈哈 汉堡包嘴 真的好像 这些是他学生 说他经常跟不同的女士去拍拖 他在屯门一间中学任教 数学和电脑 也有些救生 也向传媒报导 在他教书的时候 非常之最深研究 有些运势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 他是研究运势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研究 这个因果 好像不是太在乎 他也曾经 被一些学生发现 他的电脑有大量的风水命理档案 我想除了风水命理档案 也有很多client有钱 中产的女人 但是不知道那些学生 会不会找 2010年 他也离开教职工作 做这个网上的算命师 在网上就认识 终于认识到其中一位 我相信 朱医生是其中一位的client 我继续播这个影片给你看 他网上的网名 韦康正 不过我相信 现在他改了 亦都自称是Doctor 铁板神素 亦都是内文 自称是研究玄学多年的 算命的述数高超 能够未见其人 以知其事 这个 为什么你见到 朱医生 接受这个电视访问 其实呢 他就是接受 东张西望的访问 在2016年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 虽然他很伤害 前财两失 但是他走出来 就是希望 不止一位受害人 他自己的 还有其他受害人的 所以他走出来 就将这件事 说出来 希望不要那么多人受骗 亦都如果 有其他人 是被他骗过的话 就走出来 去举报他 所以他的网络说 未见其人 以知其事 可以免费指点为尽 他说可以免费指点为尽 那朱医生就是 免费给他指点 点你 就说会有这个 被人标心 然后呢 叫你开个联名户口 只是写他的名字 入几百万下去 然后他自己 买了几层楼 这个是表面免费的 是吗 就是表 又是这样 OK 看看还有什么 他也有些 认识这两个人的人 就说 这个闲医生 非常沽寒 但是他很懂做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厉害 问这个朱医生借钱 亦都一泡过 买这些单位 全部都是cash 免费给你 吃饰的 是吗 OK 对 看看还有什么 好了 我现在说回 因为这个2016年的6月16号 就是当年今天 在2016年的 这件事当时 告上法庭 去到 都上了一两次庭 大家都上庭的时候 也要说回自己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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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在5月24号的时候 去到这个法庭 这个 这个 朱医生就觉得 发现 他已经结了分了 向稳告的高院 就向这个男友 就是民事土上 追讨2,200万 但是法庭就 在庭上提出 这个诉论 就是说 处理原告一方要求 被告提供文件 公正的申请 原告是要求被告 提交的资料包括了被告过往的雇佣记录 婚姻和财务的记录等等 然后被告律师就表明会反对原告的要求 这里是关键 这个朱医生就希望要求 这个 陈胜提交这些资料包括了 过往的雇佣记录 你说真的 你叫他拿这些雇佣记录来做什么呢 婚姻就有机会 婚姻 其实有 也好的 但是问题是你跟他没有关系 你没有跟他结婚 就算他结了婚 和他一次结完再结第二次 你不可以告他重婚 是吧 你说财务纪录 这个有用的 但是被告 闲珠 闲珠嘴呈盛 被告律师就表明反对 反对原告的要求 指对方要求的资料 有部分根本是不存在 就是not existing 是不存在的 其余大部分 是跟诉讼无关 这个就是他的 鼓劾律师 鼓劾 他出一些鼓劾招 就说 跟法官讲 跟庭上的人讲 有些都 有些都没有 没有单据 亦都有些 跟这个 案都无关 所以他就提出反对 我不需要向你去报告 提交这些证明文件 对这案子没用 好了 去到这个聆讯 官就攀下指令 要求被告 在那天 在2017年5月25日开始起 28日之内要呈交反对 对方申请的理据细章 OK 是的 即是说 你的被告 就是 朱咀 这个程姓的律师就说 我们反对 他说 喂 你又提交一下 你申请的理据 你是用什么的理据去叫他 不可以申请 叫你提交这些资料 好了 然后 原告 朱医生之后 就可以在28日的时间之内 承交这些细章 及后再安排 听取两方面的口头的陈词 结案陈词 他说 预定 邻讯需要两个小时 是的 网民在这件事当时 网民 就是 那些口很坏 是不是 那些人每个在网上 这件事当时 都是 那时2016年 都已经 没有现在那么密 但是这件事 女医生 专业人士 是不是 那些人都会觉得 出水吧 新闻有单减 网民当时是怎么说呢 网民就说 又要送 又要拿回 有些就说 被戴性育强 我给你看一下 他们是不是说这个医生 有些说 想不到医生都可以 这么领寻 另外就是说 看来做女医生都很难找到男朋友 事实上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以前就是 我旧那间公司 我有个马来西亚的同事 他的样子就像在真华前 嫁了法来香港 他的丈夫是香港人 他的医生又开 那些叫什么 婚姻介绍所 然后他也有叫我去 我说 不去 没什么兴趣 但是呢 他说去啦 有很多医生律师 那我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 我说 喂 为什么他们这么好条件 又要去婚姻介绍所 哎呀 他们只顾着工作没有时间 你明白吗 所以 不要只是说女儿 男 总之他做这些职业 其实真的不是腾出那么多时间出来社交的 那 稍后再说 为什么他们这些那么高学力的 容易被人骗 有些人就说 所以他们做这些职业 不是那么容易会认识另一半的 然后有些衰的网友就说 什么 他的名字叫尹朱征 是不是 他就说 朱尹征 想配妆 这样 接着又说 你情我缘 你送了给人 叫官怎么给你 其实 也有少少责任 不是完全没有责物 他也是张军傲 上次那个医生也是张军傲 但是我相信 其实我 我敬佩这个 朱医生的 因为 他自己够胆走出来 去指证这个人 避免 其他人受害 他也不介意 那些人向他指指点点 他只是希望 不要有 其他更多的人去受害 他自己有一个犧牲 是不是 他也有机会 被病人指指点点 其实 如果你的脑子清晰 就不要去歧视这个医生 因为他也是受害者 你说他 情骗 等等 我待会告诉你 为什么高学历的人 会被人 怎么说 容易被人骗 OK 看看最后的判词 OK 最后的判词 最后的判词 这个庭上透露 双方正进行这个调解 因为 这个原告 这个朱咀 他就表示 正在选择调解员 是需要两个月进行调解 被告这一方指由于调解大于一切 即是他哄了 他又可能不知怎样 找中间人 说调解好点 故此希望将这个案件所有的诉讼 程序暂停 才等候进行这个调解 即是 hold住 可能他有办法找中间的人 就劝这个女生 是吧 原告方表示反对 朱新反对 最终高院 聆讯 这个案件 官 拒绝了暂停 这个案件的程序 双方仍需要 加换文件 和证人的口供 令案官 也下令 在2017年7月17日 进行第2次案件 管理提讯 但是 当那天7月17日 原告和被告军母 盗庭 我相信他之后 他们找中间人谈了 有两种可能性 只有律师的代表盗庭 不了了之 我相信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 这个男生找中间人 可能跟他说了 叫女生 哄他 给他多少钱 又或者 他觉得 他跟他一起这么多年 有些 可能有些 勒索的成份 有些 这个医生 不想让人知道 一些私隐的东西 他不想让人知道 又或者 我不知道 有没有想 你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 不了了之 突然之间 是不是 他又不会 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 他本身 也有老婆 所以 你这么不幸 遇到这些人 你就一生矮了 我告诉你 真的要戴眼 识人 如果有些人很喜欢 随随笔扁 拿个app就识人了 3957 他最初会跟你说 虚寒问暖 然后又说做义工 搞到自己 好像 性人 那样 你又不知 怎么问你借钱 那样 所以 大家 无论你是男人 女人 你有缘在网上 没听到 我现在在吹水 说话 我就 奉劝大家 你如果 不了解 那个人 那么清楚 还有 你不只是要 认识他 他对你有目的 他当然对你好 你一定要 见到他身边的朋友 即使他 跟其他人一起 骗你也好 他的成本 是高了 如果他是 虞翁撒网的话 你推高他的成本 对不对 看看他肯不肯 他花那么多时间 除非你是很有钱 他要 舍得花那么多时间 如果一般人的话 应该他走投了 不得人理你 对不对 我通常 如果我收到一些电话 什么的 Email 我觉得不明耐力 不可信 我立刻刪除 我踩你 跟你吹 跟你吹那么久 对不对 对 不要给别人 去截了解你 即是探入你的心 去知道 你 就是说真的 你好像一张 倒桌 你开了 你开了你的牌 你怎样 跟别人玩show hand 当然 不可以那么容易 那么随便 让别人知道 你底牌 对不对 OK 那我现在说完 为什么这些聪明的人 容易陷入这些高智商陷阱 我找到一个文献 就是关于一个英国的科学家 David Robson 他研究报导 多与心理学 老神经学 医学领域有关的 那我可以说这个 Case 亦都可以用回 一些理论 可以support 为什么这个女人 这个 朱医生 会有出现 这个 墮落这个 情况 是可以解释到的 传统的观念来说 几句 我不会讲到 我不会讲到很学术 甚至很闷 我讲多一点 十凌二十分钟 这样我就 完 的了 因为大家 明天也要上班 很快就完 大家不再听了这个 就可以避免 代入这些陷阱 他说 传统的观念认为 聪明人 是会比较做出一些优秀的决定 比较有可能做一些正确的理解事物 但是 实情是对相反的 聪明人 是不会公正的 运用他的优移的智力 反而是会投机 运用他的智力 就是投机 所以当时 江美仪 比华尼山的 穆嘴 他是不是摆门的 这些老千是很喜欢摆门的 拿了很多 梯图 然后 他做很多善事 这些全部是老千的套路 OK 然后 其他人 亦都是 付钱 他去投资 他们 读得输多的人 他就会反而 用他投机 去运用他的智力 对不对 因为贪 一个字 很简单 一个字 贪 他藉着 捉进自己 自身的利益 这句说话就是贪 保护对自己而言 是最重要的信念 首先 要认识 人 都很保护自己 还有这些通常 比如说 比华尼山的 案子 又或者这个女医生 其实他们认识的那些人 他们都要对方 是有约上的 就是有约上的 所以如果老千 摆门 你要摆门 是比较高的 一旦又说他自己是 Doctor Degree 的 铁板神数 另一个 比华尼山的老千 又说自己 很多Title 百多家上市公司的主席 是不是 这些全部都是摆门的 那你究竟有没有花时间 他这个 百多家上市公司 背后是做什么生意的 有没有在 上市公司 背景 这些很容易查到 你连这一步也很难的 你只是很普通 认识别人做义工 你觉得他好人 不是吧 接着好了 他说 这个Doctor David Robson 这个美国科学家 你也说 尤其这些聪明人 具备高智商的人 他们是比较平常人 更能踏入智商的陷阱 甚至是将智力 用于偏误的思维 错误方向 研究显示 教育程度高的人 是较容易 比较不能由自身的错误中 学习教训 他们是比较不接受人家的意见 所以如果这些人 他不会接受普通人的意见 如果你在他面前 摆门 比较联合他 他才会尊重你 看你 说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他的范畴 专业 另外 聪明人犯错 更懂得长篇大论 为自己辩论 聪明人的观点 会变得越来越 独断 即是很武断 要支持他自己的说法 因为我有这样的学识 没理由我会听回一个 比我读书少的人多 听 有些是这样的 传统的思想习惯之中 一个人 只要 知识广 记忆力强 证明他自己的聪明 但是遗憾的就是很多高智商的人 调入这些陷阱 他们 那些陷阱是分布各个层面的 比如说 一个高智商的人 他可能先入为主对一些事情 某一个 形成了 已经先入为主一个观点 然后他通过巧妙去选择 假设 和 认知 感知 你捍卫 他们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 他在名校 为什么这么多高分低能呢 因为他在名校 读了一个 business model 读了一个model 去学习了这些东西 有一个理论 他就觉得 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 他会将这些人制 複杂的人制关系 去吐入学校的理论 是不是 真的能不能够应用到的 他自己是觉得 我在名校出来 我没理由听你一个鸡的 或者没读过大学的人说的 所以他一早已经先入为主 觉得他自己在学校 名校学出来的 这个理论是对的 OK 所以呢 如果有些事实 和他自己所认知的东西 违背的话 他只会用他自己的观点 进行辩护 所以 越是这样 越不能够全面的考察事情 我现在就用这件事 去解释 例如这个医生 他很厉害的范畴是医病 而他每天见到的病人 只会很老实 很诚实地告诉他 他的病情 那究竟他花一日时间 24小时里面 他18个小时都是做事的 他经常都是见到 对他很老实的病人 那究竟他 拍过几次拖 你有见过几次 爱情骗子 你有几次 撞到一些 骗你的人 你来来去去 你都是对这个 医学的东西 那个范畴很认识 你不会对一些 很奸诈的人 很认识的 你不会见过很多 这些很奸诈的人 他也不是拍那么多次拖 其实爱情里面 是非常之复杂的 对不对 对 亦都 很爱一个人 很恨一个人 亦都有 欲他还凝 这些感觉 七情六欲 不是你在医学 那个学院那里 可以读到回来的 这些是要人生经验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很直觉 觉得 那个人去做义工 他有父母 星期六日 大事大事 他去探望他父母 这个人孝顺就是好人 然后他送电话 找电话学 他就觉得他很细心 你有没有了解 有些人可能背后 对你做这些 这么沽寒 小小投资 其实他里面有些动机 有没有 OK 所以 这些完全都是因为 他们 只是去 很专注 他们 那个 专业的范畴 在医学那方面 他很厉害 但人际关系那里 他真的未必 知道有几一成 是不是 几一成真 几一成假 是不是 你对病人 也都 不是说 一些 高智商的 罪犯 比如说 你好像我刚才说的 港姐 他做金融 大佬 那些都是有很多大岳的 是不是 出来见惯码头的 你都很纯情 你都不能够 在那个做金融 那个界那里 蠟燭 是不是 一个地产 一个金融 如果你再做高级的 有些 比如说 你做 转盘 你都是要 不是说 做 保险 普通通 你可能见到 一些平民 跟你买保险 但你做到 差不多 你就要见到 集团的老闆 CEO 你跟他谈了生意的话 他可能 公司里面有一些 很大的project 有些 基金 什么成的 都要光顺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不同的层次 你就不能说太老实了 要知道 玩些什么游戏 是不是 反正 你可能要有 犧牲色相 也不出奇 或者做些 扯什么 扯什么 那些 不是那么简单 商业社会 就不是那么简单 是不是 但是你这个医生 或者你有些 有些 比如 他这个做 他这些是害群之马 你真是误人子弟 教书 幸好你离开教育界 不然你真是教坏香港的学生 这样 所以 我跟大家讲一下 有空 如果 你喜不喜欢我今晚讲的题目 差不多七八八 我要讲的 总之我觉得有些人 高分低能 他对于自己 做事 或者读书 读大学的时候 他那个范畴 他会很熟 但是 对于人情 世故那方面 他真的不知道 世途险恶 我就是用这两句说话 去结束 去认识我今晚 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学到些什么 大家带眼色人 不要随便便和人们开始一段感情 总是你不是跟那个人拍拖 也好 认识一个新朋友 今时今日 社会已经复杂了很多 不是个个人 好像以前那样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那只 是的 我觉得这个医生 也受到个教训 幸好他也有能力 我想他很快就赚回这些钱 至于 你说感情那方面也是随缘 但是真的要戴眼色人 各位 OK 多谢各位 今晚的直播到这里 明晚如无以外 明晚8点 见 多谢 希望你们 可以开开心心 和不会遇上坏人 好吗 OK 物以类罪 OK Love you all Bye bye 多谢